可晕了,墨宇云剑最新幕后花絮,王兴月叫吴景岩姐姐,还一直关注着吴景岩,主打一个疯狂护妻 担忧会伤到吴景岩,没事吧姐姐,搞得吴景岩都害羞了,非常嚣张,真的好般配 吴景岩,王兴月双人采访,王兴月自曝Emo了,给吴景岩发消息说我想你 啊,这真的很难不可啊 别管,本人以客风,就问还有谁没有去看墨宇云剑,墨宇云剑真的好好看 据戏墨宇云剑,改编自千山察客的小说《狄价千金》 由吴景岩,王兴月,陈兴海等主演,讲述了薛芳菲受救命恩人江黎之托 在宿国公,肖衡等人的帮助下,救出入狱的父亲的故事 不少网友表示,啊,一款非常好刻的结构,怎么办,我觉得我刻到真的了 好像他俩现实差距就挺大的,哦,狠狠代入了 小孩哥真的很灰啊,等等,小孩哥和大姐姐真的很适合组CP呢 虽说,饰演素国公的王兴月是02年生 刚到法定结婚年龄,网友戏称00后小孩哥 而饰演女主薛黎自芳菲后使用江黎身份回归的吴景岩,90年生 已经算是内与偶像派利的晴浪了 但两个人竟然意外的他,两位演员相差8岁 曾经他们共同的老板于正都觉得两人谈不了恋爱 后来他们被打包塞进墨宇云间 成功重燃,网友客CP热情,爽快出拳 墨宇云间延续了吴景岩演习攻略,打下的复仇爽聚基调 女主薛黎原是温柔才女,与书生沈玉荣相恋后 一心支持丈夫不断为爱情付出 然而,当沈玉荣成了婉宁公主的入幕之兵 命运的齿轮便瞬间失控 不仅薛黎父亲与弟弟前后出世 他也遭附加设计毁掉明杰 被丈夫亲手活埋 悲痛与仇恨交织的薛黎被遭遇继母迫害 生父无事的相国之女江黎相救 后江黎惨死,薛黎使用她的身份归来 向两人不公的命运开启复仇之战 复仇反杀爽文套路是梦宇云间的核心 面对反派千万套路 女主总能用智慧化解,看得观众酣畅淋漓 正如部分网友所说 看到吴景岩这张脸就知道女主不可能中招 能跟敌人打成三百回合一部落下风 更能决地反杀的大女主 即使剧情逻辑有不少男子戏推敲的问题 却也需要承认观众能从这部剧收获到爽快 有这份感受 复仇爽剧就成功了大半 而且吴景岩的小白话气质 与复仇故事基调相当搭 柔柔弱弱的外形 拉到了她与强硬复仇故事的反差感 能让观众心疼又能让观众爽快 在女主舒爽复仇的感染力下 爱情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甚至很多观众喜欢的真正大女主 爱情方面蜻蜓点水的张力 更远胜过你能我能 简单来说 如今的观众扑抵出大女主剧的看点 集中在可CP 但那墨与云间两位主角故事线相交 其实只是一闪而过的回忆 对两个主人公来说 更是一段彼此都没有正式见面的过去 并已经让观众看到火花似箭 当时但墨不少观众便敏感地看出 这对小孩哥和大姐姐的CP 有点子东西 如今墨与云间上线近半 男女主连个吻都没有 却引得无数观众上头 因为这对角色的爱情线设定 与演员之间的火花张力 为时有点子东西 先看爱情线设定 打破了俗套呈现了拉扯 古偶爱情线近几年越来越受诟病 往往跟套路话浓重有关 很多影视剧总是非常着急地 让主角快发糖 过快过多过重的爱情剧情 冲淡了故事原始的魅力 比如悬疑他案类的古偶为了发糖 经常让男女主刚开始了解 便玩明面上的暧昧 比东三部曲一个也不少 最终爱情俗套 悬疑主线的魅力也被冲淡 墨与云间在爱情线的塑造上 很值得同行借鉴 她的爱情线不仅于喧宾夺主 感情的起点与升温 也不是用尬推成就 与延续攻略一样 墨与云间主打的是复仇爽剧 无论男女主如何发展 都要先弄清故事最核心的东西 是爽 是女主的复仇线 写好女主前期的不公遭遇 后续的反击 让女主的前后转变有感染力 能够使观众心疼她的遭遇 认可她的回击才是最重要的 女主立住了复仇才能立住 为人物曾经的悲惨人生复仇 是墨与云间的基石 这时候如果太着急 拉爱情出来 给观众发糖 整个故事都会变得俗套 没有力量 所以墨与云间开局 把更多笔墨放在了 女主血理的遭遇 和反击头脑刻画上 加上对杨超越客传的 江丽悲剧人生的渲染 瞬间便把观众带进 女主的情绪 此时男主的戏份反而不多 甚至不如观众厌恶的前副歌 出现频率高 但在一个充满窝火与悲痛的复仇线里 小伙慢断一份情 反而会勾起观众的探索欲 在塑造复仇基调时 男女主的关系 基本都是用草舌挥线的方式铺垫 比如我两人的渊源 没有什么暧昧纠葛 也没有什么复杂前情 只是多年的惊魂一批而已 彼时削横一瞬心动 靴理知理而退 彼此之间只能算是路人般擦身而过 可有了这一段 再回看肖横撞见薛黎出病的场面 就很有东西可脑补了 一开始观众只觉得 薛横机智过人 一眼看出沈玉蓉的渣 为被泼脏水死后 还要被丈夫拿来立人设的薛黎 感到惋惜 后面却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或许薛横当时复杂的眼神 不只有看破真相的嘲讽 还有一丝错过的遗憾 也许当年的煎红一瞥 还是在薛横心中留下了痕迹 这个长在他审美上的女人 可能瞬间让肖横的内心荡起波澜 然后他便知道 这份悸动只能留在心里 因为薛黎以嫁为人妻 也因为背负责任的素国公 注定要成为孤家寡人 他的心动站在尊重之上 没想过已是夺人妻 也没想过把一个心有所属的女人 拉下泥潭 这是萧横与婉宁公主 两位掌权者最大的不同 一段简单的回忆 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就能给出这么多留白 无论观众怎么脑补 萧横出见血里的心路历程 都可以补全一段好客的背景 爱情线留白的魅力便在于此 但男女主正式相遇 双方的拉扯也非常有力量 不俗且又抓人心 从萧横对沈玉蓉的评价 可以看出 他虽曾对薛黎一见钟情 却更多停留在对皮像 气质的经验 并不清楚 或者并没深究对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毕竟 他的心刚动 便自己收回去了 所以当萧横发现薛黎并没有死时 会因为曾经的心动 留一份自己也没察觉的宽容 但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戒备 试探 然越试探 越深陷 薛黎的机智 薛黎的勇敢 薛黎的悲愤 以及薛黎的坚持 每一个都让萧横难以抗拒 他的试探与好奇 亦让聪慧的薛黎 找到借力打力的地方 一个友谊接近 一个顺势而为 是高智商的博弈 又是男女之间的拉扯 无论哪一个点 都张力满满 刻CP的看到火花 不刻CP的也被感染 事实证明 好刻的爱情 并不是一味给直白的糖 主角之间 有来有往的拉扯 才能让观众 不由自主的被带动 这样的糖 才更能撩拨观众的情绪 剧情与人设之外 演员之间的CP感 一时加分项 曾经余正觉得 两人年龄差太大 可如今来看 年龄差 对CP感并没有影响 反而因为 年上看点 更让观众上头 演员之间的适配性 是组CP更重要的地方 吴景岩的小白花气质 王兴月的B King反差 一个外揉内刚 一个外刚内荒 一个眼神忧伤 一个眼神如火 一配上剧情的拉扯 感觉就出来了 好的CP剧情 人设配上适合的演员 魅力很难让人抵挡 再加上 主线复仇爽剧 一直没垮 即使有部分bug问题 相信墨语云间 也能持续抱一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